Hello 大家好 上次只看了惠洋雅居樂的炎流片段 今次我會介紹整個惠洋雅居樂的大環境情況 上一條片段也有簡單提過 惠洋雅居樂是有自己的穿梭巴士 它租用了一些巴士線 點對點的方式可以直達樓盤 在這裡也給大家看看由惠州南閘到樓盤的公路上的情況 說真的不算很漂亮 在進入樓盤環境之前也會有一些非污染性的廠房 另外鄰近在樓盤旁邊其實就是一些學校為主 所以這裡其實在當地人來說都屬於一些名校的區域 有些人是為了小朋友而買入這個牧原 由巴士站下來你表明是要來收樓 基本上他們會致使你進入這個屋苑的範圍 剛才看到的就是社區的正門口 途中也會看到一些你入貨必需買的電器的鑽灘 都屬於物館認可的商戶 所以才可以進入這個範圍做推銷 走到這部份你會感覺社區的佈局也不錯 雖然那些綠化方面不算種得很多洋城 但是整體來說空間感不錯 來到他收樓的位置也都有入貨的清晰指示 可以讓你看到的 這裡就先簽到 然後就是裡面這些位置坐下來再慢慢講解 然後就上去樓宇到收樓 可能發展商都考慮到業主會帶小朋友過來 所以都安排了小丑在現場陪他們玩 值得一讚就是他整體辦理的流程是屬於幾快的 半個小時內已經完成了 就可以直接上去驗樓的部份 上一條影片已經介紹了驗樓 所以這裡集中介紹整個項目的 圓林環境 以及周邊的一些生活配套等等 驗完樓出來後 我們發現他的信箱在不同的座室會有不同的安排 譬如說有一些就會在門的前方 有一些就要走出來多在另一邊才找到 接著再拍攝多些少在這個社區裡面一個圓林的環境 其實我個人欣賞的就是他可以走到的地面部份比較多 即是如果你小朋友要在這些環境裡跑來跑去 也是比較開心一點 而另一樣我比較欣賞的就是上一條驗樓片裡面我都說過了 就是他的樓距方面是間比較闊一點的 不會說有太迫熱的感覺 而另一點就是你可以很容易在這個小居裡面 找到負責這裡的管家服務人員的通訊 有一點就是我們離開的時候才發現的 就是他在辦理手續的時候 完全沒有提過我們要辦理業主卡 幸好是出去的時候要拍卡 所以有業主熱心 我們問了他就說指給我們知道 去旅館就會辦理到的了 在這裡都給大家看回在小區對出的一個商店的營業情況 其實很多店舖都沒有正式開業的 這個是要發展商再去做一些招租等等 但是將來這裡如果店舖都開到 越來越多人入住 我們相信那個整體的雙鋪雙圈的營業氣氛是會不錯的 而這個銷售中心對出的店舖 由於早期已經進駐了 所以經營情況是比較理想的 那也可以看到有地產代理店 這些是早期的 來到這裡就做了收留程序裡面的最後一步 就是辦理業主證 但是這個辦理業主證的流程竟然要一個小時 為什麼要這麼久 而另一樣大家可能都知道 就是國內營市是流行電子支付費用的 所以這裡可以看到交管理費等等的雜費 其實全部都可以用你的 網上用APP就可以支付了 另外也想簡單看一看 我們在沿途收到兩張餐廳的傳單 大家可以看看這裡的食物的價錢 喝杯的價錢大概是怎樣 最後對大家看一看它在銷售中心後方 有人工湖部分的路段 大家可以看看它的感覺如何 我覺得這個環境都算是可以接受的 挺優靜的感覺 最後要離開這裡當然要回到巴士站這邊 其實可以看到它有車去到龍江閘 就是去到雙龍那邊 也有車回到惠陽的市中心位置 也是一部巴士 同時也有回到惠州南站 回到市區的巴士比較特別 譬如說你在這裡坐就兩元 如果你在外面的站坐就三元 即是說是補貼了這裡的住戶 有一元的費用 而大部份往來香港跟這個惠遠的客戶 都會坐回惠州南比較多 最後給大家看看公交車站的班次時間表 大部份都是10分鐘至15分鐘左右 有些去到20分鐘一班 其實都可以接受的 下條影片就是這個惠陽雅居樂的收留影片裡最下一條 我會進去市友中心看它現時銷售的產品 另外也會再參觀它會所的部份 會所可以說是一個進出自由度很高的場所 下集會有講解 如果你想了解多點這個樓盤的資訊 你可以進入我們下面的Facebook連結 或者進入我們的網址看多一點點 這集樓盤到這裡 下次再介紹 拜拜